好了 来我们继续 接下来呢 我又要去写东西了 来 我把这个05.atml呢 再付出来一份 改成06.atml 这个06好像不行 改一个07吧 07.atml 好了 这个06.atps呢 也换成一个07.atps 可以了吧 好 然后呢 我现在呢 在atml里边要改点东西 改什么呢 来看这 新建一个文件 写一个07.7.2.html.js OK 这是个JS文件 你看到吧 好嘞 然后呢 在我这个atml这里呢 我要加一个东西 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button button 好 按钮 来一个id 等于 btn 好 保存 可以了吧 OK 然后呢 我还要做这么一件事情 这里script src移入 当前路径的 0.7.atml.js 0.7.atml.js ok 保存 能看到吗 啥意思呢 就是我要一点它 你要在这个JS里面 给我写一个坛窗出来 能没有 我意思吗 能没有 吗 就是0.7.atml.js 你需要干什么 你需要Document Document 要啊 无言 逼听 对吧 等 等 等 于啊 Document dl.getelemente by id 括号里面写是要 逼听 说吧 逼听 或者道 然后给逼听干嘛 逼听点点onclick 等于一个faction faction faction 额勒特 波特呢 好 保存一下 可以吧 没听吧 那这个时候我能不能正确的引入进来啊 能吗 啊 不能吗 我这个按钮一点能不能弹窗 应该能吧 你别吓唬我啊 来我试一下啊 这呢 我点可以吧 这时候没有用服务器啊 我们直接是不是双击打开的 好了 没问题吧 没问题吧 ok 那么现在注意啊 我们知道啊 我们直接双击点开不行啊 对吧 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页面给谁啊 给服务器 然后让服务器反应可我呢 好了 那么现在我是不是有一个atml的接色 没问题吧 ok 然后呢 现在呢 我再来一点东西啊 再来东西啊 再来个什么呢 ok 再来一个啊 来一个啊 一个批标签 好 来一个哈哈哈哈 好 然后呢 我在这里呢 再新年一个文件 新年啊 建一个啥呢 建一个 这个啥呢 0.7.4 可以吧 好 在css里面呢 我写一个p 括号里面写这么个东西 嗯 叫白光的吧 行吧 白光的 会写吧 还 杠卡了吧 这叫颜色的话 卡了怎么写 这么写的 对吧 写一个瑞的红色的啊 别了 这个作为一个 对 长得如此帅的人 肯定是要骚气一点的啊 好 保存一下可以吧 没问题吧 好 然后呢 我是不是要引入进来才行啊 我怎么引入啊 我在这个地方引入行不行啊 写个什么呢 就link 对吧 css是这么写的吧 然后这个huff写谁啊 写当前录音下的谁啊 0.7.4 没问题吧 好 来 我们再依然还是啊 双击打开它啊 来 哎 这里 看这 没问题吧 好 然后呢 哎 我那个按钮呢 这是哪啊 好 一点击 按钮 没问题吧 好 这原来大家是不是都是这么干的呀 好 现在啊 注意啊 不一样啊 看啊 还是那个样子 07.8 http.js 这是我们的服务器啊 不这里呢 咱们换一下 总是一个07.atm 是不是读它了呀 07.atm是不是已经被我给了呀 给什么呢 给人加了这个css和我们的GS了吧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来 看看我再重新我启动我的服务器啊 07 走 启动是不是成功了 那这个时候来 注意啊 过来 我 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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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刷新了啊 刷 哎 不是 我css和GS呢 等等 报错了吗 没有啊 怎么转圈呢 我他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不认识啊 不认识也不至于转圈啊 服务器爆错了吗 也没有啊 卡了吗 确实卡了 卡死了呀 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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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吧 你什么时候还见过这种问题的出现 就是没有end的时候 对吧 说没有end的时候 那你说 我end了吗 我end了呀 这个页面 end了吧 来 别着急 看那 117001 能看到吧 点开 你来看 这里 这里 有没有这个页面 有吧 浏览器拿到这个数据了没有 图片有没有 图片有没有 是不是都有啊 但唯独显示不出来 为啥 是谁在这状圈 对 css在这状圈 还有谁 还有gss在这状圈 能理解吗 这个时候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啊 请求发过去之后 你的浏览器接到数据吗 接到了 能显出来吗 不能 为啥 因为还有请求没完成 还有链接没断开 明白这意思了吗 httb协议 能不能理解 浏览器是不会解析的 为啥 还有资源没进来 能不能理解 那怎么回事 怎么就没处理吗 我 你来看你的服务器代码 你处理了吗 服务器代码呢 这呢 你处理了吗 你处理的是啥 你处理的是斜杠 你处理的是啊 png.css 你处理了吗 你处理了吗 没有 都没处理 对不对 怎么办 哎 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 还有if吗 加不加if 加 好 那怎么加呢 还是unls.index of core里面的 css 大于零 然后我去读那个css 对吧 是不是就复制一遍了 对不对 能不能理解 我需要复制吗 我需要复制吗 其实不需要 我只需要这个样子 就不要了 完事了 嗯 哦不写 一家 哦不是 一三代码功能实现了 呵呵呵呵 是吧 一家的 不是 一三代码功能实现了 我这 啊放放要求了 好来咱们 试一下 点按钮 呀 刷新啊 啊 咋回事 哦 服务器报错了 报了个啥错 報了啥错 说什么the first argument must be by one of type of string of buffer 然后什么什么type 啊得犯的 第一个算是必须是一个字符串 或者是 八分二净 对吧 哎 那啥意思啊 也就是说 某一个地方 我们返回的 不是一个 字符串 对吧 是意思吧 哪个地方呢 哪个地方呢 来别着急 咱们啊来看一看 到底哪个地方出了错 就可以了 怎么验证呢 输出一下 urls 能输出的 就代表是对的 他一输出 卡 报错了 证明最后的一个是错的 明白什么意思吧 console log 打印 urls 暴室 暴室 启动 诶 你们怎么不请求了 好 来来来看这谁出错了 哦 这个出错了 哦 这个出错了 能看到吗 是不是这个出错了 诶那也不应该呀 能看见吗 来 来这儿是不是也出错了 好像是 诶等等哪个出错 在这儿 07.atml ok 这个这个这个 atb.js 没问题吧 然后到这儿 没问题 到了第二次的这个出现错了 为什么第二次行的时候 他出现了错了 怎么是第二次行呢 来注意 来我们再来 刷 你看 诶 这回行了 但是服务器竟然拨错对吧 不要急 我们点这个按钮 你看 可以了吧 都没问题了 但是服务器停了 这服务器到底咋停的 又在这儿拨的错 对吧 这啥意思呢 这啥意思呢 注意啊 其实说白了啊 他报的错确实是因为他 明白吗 他报的错确实因为他 为啥呢 你来想 如果你使用斜杠 好了 人家开始是不是读这个文件了 但是你来看啊 07.css 你这有没有 有 09.css 有没有 有 37.css 有没有 有 rco 有没有 没有 但是你这个 readfile 读了没 读了 有吗 没有 如果读一个文件前没有 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会报错 也就这个error是不是就有啊 是不是这意思啊 什么error就有啊 那这个时候为了防止这种问题的出现 你怎么办 对 你只需要做一个判断就可以了 判断什么 对 如果 error不报错 我什么的啊 我正常给你返回这个data的数据 能理解吗 但如果error有值是不是报错了 是不是报错了 那我怎么样呢 我就别给你返回这个data了 你看啊 你返回一个空置不错就完了 他不是不报错了吗 能不能理解 能不能理解 OK 那我们保存一下 来重新新动 走 来过来 刷 还报错吗 不报了吧 好 点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没问题吧 CSS见了没 没问题吧 你看你们又来请求了 你看 说明你请求多少次都没错 能理解吗 知道错误在哪了吗 知不知道错误在哪了 知道了吧 我知道谁请求的问号 谁请求的问号 肯定有人这么玩了呀 这么玩了呀 对吧 对吧 这不是吗 这不出来了吗 谁呢 多打了个什么这玩意儿 自己承认啊 对不对 一样的 你请求啥肯定打啥 我肯定把这个打出来 你这样 你来看啊 这样 来 斜杠 什么 AA 然后什么问号 ID等于1 你来看啊 你来看啊 我敲回车 我打印了呀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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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这呢 谁呀哎呀 我那个阿里等于1呢 噢 这呢这呢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你是不是说啥有啥呀 这谁给我打了汉字一溜的 你以为我不知道是啥吗 这啊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是啥吗 你开玩笑 啥 诶诶 诶 都出不来了呢 刘长星不给我翻译呢 没没 诶我说 没有没有 刘长星会给我自动编码呀 没有 这是一串汉字啊 这个我是认识的啊 小伙子 出来了吧 出来了吧 谁打的 我去啊 你以为我不认识啊 是不是啊 还有这些字母啊 谁打的啊 这都一样的 你看哎呦我去就是警号BB是吧 本号BB是吧 好了啊 OK 好了 那么这个时候注意注意啊 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写完了一个 能够响应几乎所有资源的东西 可以吧 如果 如果客户团企业的资源在我的服务器里是有的 好吧 那我现在就可以正常的给你享用回去 对吧 能不能理解 如果我这里有一个ICU能不能享用回去 能不能 肯定能 注意你看我这里的处理是怎么处理的 如果我读不到这个文件 我才给你返回一个空 对 但是如果你有这个文件呢 那么肯定读得到啊 能理解了吗 那么这个时候想的是 你不管可不可以请求啥 只要你的服务器是有的 就能够享用回去了 但是也请注意一点 我们这个地方 一般你这个ELS这里面写的啊 一般只能是静态资源 像GS啊 图片啊 CSS啊 MP3这样的文件 能理解吧 但如果你遇到其他参数了 比如ID等于1 我就要查ID等于1的这个用户了 你这要处理行吗 他根本需要的就不是一个文件 能不能理解 能不能理解 所以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又要加判断 能明白吗 啊你先明白这一点啊 先明白这一点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接着到这儿 我们整个的 结合你之前所学过的知识点 你就可以做一个静态的网站出来了 对不对 是不是啊 什么叫静态网站啊 就你你把所有的页面的东西都都写死了吗 对吧 就纯静态网站吗 是不是这意思啊 啊所有的数据都都都是你写的嘛 写到页面里的嘛 对不对啊 OK好了 那么 讲到这儿结束了啊 中午给大家布这个作业 啊还是有作业的 这个作业呢 我希望每个人都要去写 啥意思呢 这个代码我已经设置了共享啊 你可以在飞车的共享里去下载 把07.http.js和相对应的这些内容 就是你把07这一个不用管白的 你把07的一个给我做完 那里面 然后呢你会发现我这个代码是一行注释都没加呀 对吧 哎你的任务就是中午一定百分之百每一行全部加注释 代码写两面以上 注释写三面以上 哪有多时间啊 一共30毫代码啊 都不到 啊 两面写了吧 你加两面注释 代码写一遍可以了吧 可以了吧 啊 代码一敲出错 啊 代码一敲出错那就调啊 一调一半小时过去了 嘿嘿嘿嘿 你想想思路啊 你想思路 对吧 如果你说哎呀我老人我实在没时间遇到bug了 没关系 你直接在我的代码上加注释也行 能理解吗 其实重点在哪啊 重点在注释就是思路上 你说我交代码老交错 我的代码正确的呀 你给我加注释就完了 能力有意思吧 能不能理解 啊OK 中午 你少睡半个小时是吧 多拿出半个小时来加注释 好吧 OK